全球经济不稳Spotify招募放缓25% 受到通膨跟乌恶冲突的升温影响 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执行长 以内部信件向员工表示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宣布减缓招聘速度来节省开支 金融时报 反追踪框架独扣自家APP 德国要查苹果是否垄断 苹果在新版的应用程式 加入了反追踪框架 却一次不限制自家APP追踪用户 德国联邦反垄断的办公室 这个星期展开调查 质疑苹果的反追踪框架 是单方面的控制产业生态 削肉竞争对手 日本经济新闻 虾皮东南亚大裁员 要求员工在家等通知 电商虾皮近来发展支付 跟外送服务碰壁 面临人力缩减 虾皮准备在东南亚多国展开裁员 包括印尼 泰国 越南的员工 都收到了电子邮件 要求他们在家等待进一步的通知 彤博社 日币贬值成本攀升 日本百元商店惨淡经营 近来日本日币贬值提高进口 商品成品的价格 全球原物料成本又持续地攀升 日本的百元商店面临着经营危机 由于店内商品售价固定 业者选择减少产品数量来降低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